2022年南北对抗赛首轮的焦点大战 由红方代表南方队的六脉神剑赵欣欣 对阵黑方北方队的吉林猛南王阔 开局选择先人之路 黑方队兵局 这里红方直接摆中炮 黑方跳马 红方马八进七 黑方选择飞向 赵欣欣直接出局抓炮抢先 黑方拐脚马是正常的选择 红方选择上正马 此时黑方强行挑起争端 足三进一送足 红方吃掉之后 黑方再选择平局抓 这个局面下 红方有两个选择 比较常见的下方 就是实战的横拘 那么如果红方选择赵兵 会怎么样呢 此时黑方可以直接上马去抢先 红方一般会选择横拘 此时黑方选择平炮 防止红方居一平四捉马的先手 红方再选择兵武进一 准备将来四机再兵武进一样 从中路打过局面 黑方踩掉 咬住红方的中炮 双方对抢先手 也是另外一个局面 那实战当中 赵欣欣特大呢 没有选择横兵 还是比较简单 抖了一个横拘 以下呢 黑方吃 红方就选择甩鞠 抓马抢先 黑方横拘 那这个变化呢 虽然说红方的过河兵被消灭了 但是红方快速出东大子 比较好控制一些 此时呢 选择一个居六进一 给马伸根 为的是将来炮五退一 或炮二退一 可以平炮去打居 那这个局面下呢 黑方选择居回底线 这部棋看起来啊 非常的笨重 但实际上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这种下法呢 在很多职业棋手的队与当中 比较常见 业余爱好者呢 总觉得啊 这个棋呢 居回底线太过于笨重 但实际上呢 黑方退居之后 加强底线的防守 同时啊 黑方将来可以考虑平炮 有一些闪击 避免了红方将来 退炮打居的一些手段啊 应该说呢 是考虑深远的一个下法 此时红方选择 兵五进一 加强进攻 那这个局面下啊 比较常见流行的走法 是选择马迹进六 以下红方如果抬居 黑方居九平六 红方平居拉住的话呢 黑方可以进炮打居 显然红方不能兵三进一 否则黑方吃过来 那这个棋呢 就黑方返先了 所以红方选择抬一手 黑方再选择进炮打居呢 去骚扰 双方陷入混战 非常复杂激烈啊 不好把握 双方啊 应该说呢 都是互有顾忌 那么实战当中呢 黑方此时走了炮二平三 这部棋呢 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少见 虽然说呢 平炮瞄住了红方的底向 但红方飞向之后 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应该说呢 这部跑平三 还是有一些疑问 那么现在啊 红方准备G8进8 直接进局拉住 黑方呢 不是很舒服 所以呢 选择先走一个G3进1 那一呢 是防止红方 进局点下二线 再一个呢 也是继续给这个拐脚马 伸根 虽然说呢 黑方的防御非常的结实啊 但是呢 也是浪费了很多有效部署 此时红方G8进3 准备呢 要G8平6 霸王狙呢 拉住黑方的马 一旦让红方平局牵住 黑方呢 就很难动了 因为啊 你不敢动马 否则我要杀你底势 你要是捕势呢 我要吃你的马 所以黑方此时呢 要赶快捕势啊 否则呢 被红方平局一定 这个棋呢 就不好摆脱了 那么这里 黑方捕势之后 红方抢先占据内道 很明显啊 由于黑方走的很多部署呢 是重复的 导致呢 有效部署比较低 那么让红方呢 占据了很多好的位置 尤其是呢 两个内道 被红方的两个局啊 掐住 那黑方现在呢 九路局出不来 赶快呢 选择平边炮 准备呢 G9平8 为九路局呢 腾出一个出路 红方顺势 炮二退一 知道你要出局 我先退一手 不让你牵住我 那么当你选择出局的时候 我就可以平炮打马了 那红方呢 这个节奏啊 掌握的非常的到位 打马抢先 黑方呢 只能跳马 红方平炮 再抢一个先手啊 应该说呢 红方抓住机会 取得优势之后呢 走的是非常的紧凑 王阔这里无奈啊 选择把马推回来 红方打掉 黑方吃掉 红方再上一个外马 应该说呢 这个炮对掉之后 黑方的整个防线 或者阵型呢 已经出现了漏洞 红方马跳出之后 不仅有进马采鞠的威胁 同时呢 有进鞠压马的手段 这里王阔呢 选择巡回鞠 先加强防守 红方按计划 进鞠点进去 很明显是要平鞠压马了 那么这个局面下呀 黑方比较好的下方呢 是选择马齐进六 直接跳上来 这个棋把马跳起呢 是不怕丢中足的 如果红方选择干掉中足 黑方可以进鞠去吃兵 对抢先手当中呢 应该说黑方不落下风 而且呢杀中兵非常的有威胁啊 双方呢 应该说鹿死谁手 还未可置野 那么如果选择鞠吃足呢 黑方可以登兵进来啊 应该说呢 黑方还是有相当的反击 实战当中 王阔选择鞠三平六 那这步棋呢 是一个有问题的下方 让红方把马一压 应该说呢 黑方想去反击 已经很难了 只能呢 被红方压着打 现在黑方只能被动去防守 进鞠看住 红方顺势登马 那么这步跳马呢 也是暗长杀机 下不起准备要兵武进一 冲中兵你不敢吃 否则我上马打死鞠 你要是拱了 我就只要扩中相 所以啊 黑方的中相非常危险 黑方此时 马一退三 给中相伸根 那就是这个意思 红方一看 中相被防住 马六进八也被防住 那果断呢 马六进四 钻进去 这一鞠一马呀 给黑方的阵地呢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此时呢 现在跳进去之后啊 对于卧槽呢 已经是很有威胁 那么红方将来啊 就算是直接卧槽 把炮登了 那么黑方留两个笨马呢 也非常难以应付 所以呢 黑方这里先退一手炮啊 给马伸根 同时呢 避免红方将来有换炮的手段 同时啊 这个炮呢 将来时机成熟 可以去打局进行反击啊 这步棋呢 是一步好奇 红方下一个局面下呢 有两种下法啊 都是不错的 那么其一呢 就是兵武进一 直接冲过去 显然你不能吃 否则我卧槽 平局就杀棋了 那么如果你选择拱掉呢 我再上马登局 你再拱 我再打掉啊 那这样的红方啊 也是优势明显 有中炮 将来有闪击 马还登着局啊 这个棋呢 红方子力都非常的灵活呀 实战当中呢 赵金心特大啊 可能觉得这个下法呢 还是不是特别好把握啊 所以呢 走了一个局六进三 捉拘抢先 明显的先手 显然你不敢吃 否则我卧槽是杀棋 黑方呢 只能忍痛去躲 赵金心特大呢 把值一吃 继续扩大自己的优势 那注意啊 这里呢 是不能平炮的 因为你这个马脚啊 唯一踩是带僵的 走到这里啊 黑方一看呢 双拘咬着马 而且呢 随时威胁着卧槽 黑方呢 走了一步退居 避开这个马的险地 那么现在 如果你吃我的马 我就吃你的马 红方没有便宜啊 赵金心特大呢 选择兵武进一 通过打开中路啊 继续呢 把自己的马放活 中路的攻势呢 也得以体现 那么现在啊 黑方一看 对方这个中路 狙和炮非常厉害 所以呢 赶快现在出老将 红方呢 就补一个势 走到这里呢 黑方狙八进一 再抬起来 这个局面下呢 红方的优势啊 应该说已经很大了啊 那么赵金心特大啊 走出了一个大漏招 正确的走法呢 是居武退二啊 简单退居 那么你跟我对居吗 如果你跟我对 我登上去之后啊 应该说 黑方完全受压制啊 将来平炮将啊 卧槽将啊 等等手段啊 那如果你选择赌 那我再冰 冰三进一 把这个最弱的 一个马盘活啊 将来可以继续 冰三进一 捉居等等 这个局面呢 显然呢 红方已经是大战优势啊 那么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 赵金心特大 在这个局面下呢 走了一步 居武平三啊 这个居武平三 应该说 是一步非常大的漏招啊 看起来 好像是没事 但实际上 黑方有平炮 打居的手段 那么由于啊 黑方的老将出来了 现在平炮 你踩进去不是将军 你现在就不敢踩 踩了我要飞你的居 那现在你不能踩炮 打着两个居 你怎么办呢 你只能吃 吃了呢 人家就打了啊 那么你显然不能吃炮 人家吃马丢子 那现在如果你登居呢 人家打过来还打着居 这个居要被打死 所以啊 红方只能选择吃居 黑方这里把马一吃啊 那把这个最有威胁的马 被吃掉之后呢 三路马还受到进攻啊 你只能退回来就防 黑方进居 这样的话呢 黑方反而有点反先了啊 红方呢一切的优势呢 将化为汇进 非常非常非常可惜啊 应该说呢 全盘赵欣欣特大都占优 那么走了一个大漏之后呢 这个王阔特大呀 居然没有看到啊 也没有发现 没有走出炮酒平漆的 这波救命稻草啊 走了一个马三进四啊 应该说呢 是把这个赵欣欣特大 拱手相的机会呢 给放弃掉了 那走到这儿呢 红方啊 把鞭足一吃啊 这个棋呢就没有太好的机会了 那就算你现在平炮再打鞠 红方呢 我可以登鞠啊 你打我 我就吃啊 你一吃 我再吃 大量交换啊 你要上来登呢 我就将一下 再选择回马 那么虽然说呢 黑方不会丢子 但是红方拱兵 黑方少两个兵 兵种还差 而且这个马呢 不容易跳出去 很难跳出去 比如说你跳过来 我就飞向把你挤住啊 那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黑方想求和 是非常的难啊 红方大概率残局可以获胜 所以说呢 王阔也没有这样下 王阔实战当中呢 哎 这个下法也是可以的啊 他走了马斯进武 那么也是一个大叫唤啊 还你不敢踩啊 踩了飞鞠啊 那这个棋呢 就选择吃啊 红方 再吃 下到这儿啊 应该说呢 黑方比较好的选择 是选择登鞠 那么你吃呢 我在进马登 跟刚才的变化呢 差不太多 但是啊 黑方的兵种好 跟刚才的双马相比呢 哎 更好一些 而且呢 有炮的掩护啊 这个马将来吃进去之后呢 可以成功的跳出来啊 感性的齐迷 齐迷啊 大家可以去演变一下啊 那么比实战的效果要强啊 红方呢 也有赢气的机会 但是呢 肯定是要费很大的力气 这实战当中呢 王阔他选择飞掉啊 这个棋呢 也不是特别理想啊 这样一飞呢 被红方平均一压 那相对来讲呢 这个红方的优势就更大了 黑方没办法 退局防守 红方就选择进马 那么下到这里啊 黑方平炮打局 赵欣欣将军 再选择平炮叫杀 顿挫走的非常的好 显然黑方不能出架 否则呢 进炮一将再一将 这个炮就被抽掉了 所以呢 黑方选择落下 红方平均 配合底炮 继续进攻 黑方此时应该马骑进六 应该说王阔他大这番棋呢 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啊 这个棋呢 稍微有些软啊 应该直接上马 要求打底象 踩马呢 去抢先啊 你下底炮我落象 这边叫杀 你也来不及吃我象啊 那么以下呢 红方可能要跳起来 我就送一个象给你 你吃完之后我平均 这样的话呢 黑方虽然说 也少了很多物质力量 但是呢 子力上是有一些反击的 红方呢 也未必特别好把握 那么实战当中呢 王阔选择杨氏啊 这个呢 只能是被动挨打 红方近距 浸泡一将 只能上来 红方呢 再选择补象 巩固一下 不给你底炮的一个威胁 此时 黑方上马 红方平均一桌 现在你不能吃兵 否则我平均抓双 那么黑方呢 就继续往前跳 红方落象 给象升根 黑方再选择跳马 此时 王阔呢 也觉得这个棋啊 防守下去呢 没有什么希望 选择进攻 红方 马五进六 等着你来 你将军 下到这儿啊 应该说呢 黑方比较稳土啊 可能更加稳健一些的下方呢 是先收一步炮 先做好防守 那实战当中呢 走了一个禁区啊 这个棋呢 也是有点着急了 想去直接叫江 去杀红方 那么红方呢 跳一江 再选择上帅啊 应该说呢 红方一步棋呢 就化解了黑方所有的攻势 你现在呢 是难以对红方形成有效的打击的 那走到这儿呢 黑方一看啊 去进攻呢 也不成棋 那现在踩着炮呢 就抬了一手炮 赵欣欣特大啊 也是非常的敏锐啊 直接呢 进去一江 再选择马四退三 一步棋呢 就锁定了胜利 红方走到这儿呢 不仅服有马三进武啊 这样的一个较将抽拘 同时服有呢 拘二退一 将黑方的炮给拉死 这样的手段啊 那么走到这儿呢 王阔特大就投子恩赋了 那实际上这个棋呢 还能再走一走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黑方可以考虑退两步拘啊 那你不是要抽我的吗 我先退回来 那么红方退拘呢 黑方就平均顶住啊 这样的看起来呀 还能顶一顶啊 但是呢 应该说红方的优势呢 还是很大啊 比如说呢 红方可以选择回马 那么你不能乱吃啊 乱吃我上马登 那么黑方可能会下一个老将 红方冲 黑方只能躲 红方再选择上马 那如果你选择顶呢 我再选择冲兵啊 应该说呢 发展下去啊 红方只要正常发挥啊 肯定还是赢 但是呢 呃 还有一段路要走啊 黑方呢 也是比较直接啊 呃 看到局势不太理想了 就投子恩赋了啊 呃 骑手的选择呢 我们也表示理解啊 那应该说呢 王阔是2022年的 2020年的啊 说错了 2020年的个人赛冠军 当时呢 最后的决赛 就是战胜了赵欣欣特大 在去年 也就是2021年的南北对抗赛 王阔呢 也是战胜了赵欣欣特大啊 可谓呢 是赵特大的一个苦手 那么今天啊 赵欣欣特大呢 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啊 也是完成了复仇 恭喜赵欣欣 恭喜南方队 恩赵欣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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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赵欣特大